核四概不概争议不断 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强硬声明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 没经过新北市府同意 核四绝对别想运转 对此台电表示 台电和朱立伦的立场相同 都是以核安为最高考量 核四要不要新建争议不断 新北市长朱立伦今天在市政会议上 强硬声明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 朱立伦还说 没有经过新北市政府同意 核四绝对别想运转 核能到了能不能够确保安全 都已经产生很大的一个几率 所以我一再强调这句话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民 只要我在当新北市长的一天 没有经过新北市政府同意 没有经过这些确保 全民大家能够有核安的一个保证 绝对不要想在这边启动 绝对不要想核一核二运转 新北市人口最多 却已密集运转核一核二厂 新北市民都相当关心核能安全 朱一伦市长说了重话 台电也做出最新回应 根据新北市府新闻局发布的消息 那么朱市长所谈的 没有核安就没有核能 以及没有核能安全不能确保的话 那么新北市府就不会让核市场启动运转 我想这样的理念 台电公司是一致的 这个也是全民共同的要求 我们会把这一部分做好 台电表示和朱一伦市长立场相同 都是以核能安全为最高考量 会再检测核一和核二厂 但核电安全问题一直存在隐忧 核四要能顺利运转 台电恐怕还需要多做努力 UDN TV终合报道